新北市中和的华泰市场 在今年凌晨发生了火警意外 起火的是一家福士店 农烟不断的往上窜 好 更多详情我们带你来关心 菜市场内烟雾弥漫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立刻聚开铁门 全力救火 店面里大量衣物和杂物 迅速延烧 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事发在二十八号清晨六点多 中和区景安路的华泰市场 这栋四层楼的公寓 一楼福士店突然发生火警 燃烧面积共达到了十平方公尺 这阵浓烟不断往楼上窜 当时许多住户都还在睡梦之中 屋内一度传出有妇人受困 打火弟兄赶紧敲开窗救人 还有一名住户自行爬窗逃生 结果脚底烫伤 坐在单架上站不起来 这名住在二楼的住户半睡半醒间 被浓烟呛伤 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赶紧逃命 索性没有大碍 中栋公寓一共有十六人被疏散 其中有六人吸到浓烟紧急送衣 或是也在半个小时内顺利扑灭 老板赶到时电跟衣服早已复制一句 他配合火钓人员跨境封锁线调查 初不了解可能是电线走火导致意外 只不过一大早窜出火烟 也让住户和出门采买的民众都惊魂未定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心是高雄小岗跟连接高平地区的携张槽 分别传出了火烧车事件 其中在小岗有一辆重机疑似闪避不及 擦撞了对上要左转的自扫客车 结果重机起火燃烧之下 窜出了大量的浓烟 其实重衰倒地之后 赶快自救找附近的电价界灭火器来扑灭火势 那么至于在携张槽有一辆在运用了杀石车的一影车 起火燃烧窜出了松松火光 幸好驾驶及时逃生 没有酿成伤亡 路口的监视器画面 27号中午12点多 一辆重机车行进高雄市小岗区 汉民汉沿海一路口 速度颇快 和眼前这辆自小客车发生了擦撞 骑士重衰倒地 机车往前滑行 迅速起火燃烧 原本只是轻微的黑烟 后来火势越烧越大 窜出了大量浓烟 驾驶人向附近店家窃取面火器 自行扑灭 由于当下 骑士只是轻微擦伤 立刻向附近的民众借了灭火器 自救把火势给扑灭 事发以后 机方到场调查 当时一名43岁的灵性富人 开车往南行驶 在路口准备左转 没有想到重机车冲过来 骑士闪避不及 擦撞了自小客车 接着人车倒地 机车串出了火势 重机几乎烧的 只剩下骨架 过去跟民众借儿 那个没有气 是 找附近店家吧 另外国道3号连接高屏的 邪章桥 26号晚间9点多 也传出了火烧车 上方队赶往了邪章桥 经见桥上车辆 烧成了一团火球 冒出了熊熊火光 火势被打袭以后 载运沙石的硬影车 车身被烧得焦黑 索性驾驶及时逃出 没有酿成伤亡 至于期货原因 还有带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